土之力 一切责任 由我白府上下一力承担 请王上定夺 如果大会时 白营长郡主 无法继承后土之力 白氏上下 全部出战 此时一跌 白王秦王即刻调兵 支援夜城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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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必有隐情 把苏摩带上来 这就是你所谓的清白 静塔之下 太子妃和这个人准备私奔 被当场抓获 私奔 静塔之上 你的宝贝女儿不甘寂寞 和这个男人苟合 被破坏封印 我并未化身 如何勾引太子妃 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 是你逼我上静塔 破除殿下的封印 从一开始 殿下就对我以礼相待 从来没有任何越轨之举 你倒是挺会编故事啊 接着编 看谁会信你说的话 我根本就没有编 要不是你亲王出手相助 我怎么可能上得了静塔 原来是你这个卑鄙小人 藏流大军押近 你竟然用此诡计 你才是破坏我空丧国运的人 日后我定禀明王上 还一唱一鹤的 我看这人是你白王派来陷害本王的吧 来人 把这个娇人拖下去斩了 慢着 清王 你这是要杀他灭口是吗 这个人惦毁了太子妃的清白 太子还要出手相救 真是大度啊 那我就等着太子和太子妃成婚那天 看你们如何继承厚土之力 这一切都是清王的安排 对不起 一切都是我的错 上他之前 你知道是我吗 不知道 苏莫 我们就不应该想了 封印被破之后 我还能继承厚土之力吗 此事从前并无先例 老臣也不敢断言 使人皆以为封印封的是身体 其实封印封的是太子妃的心 太子妃真心爱上一人 封印便会破除 如今我封印已破 能否继承厚土之力尚未可知 苍留来袭 皇天后土之力尚不得半点差错 封印已破 即可攻城 云叁也串共存傅 云叶成共存王 归宴 归宝 归宝 这火死了 其他百世女子 才能继承后统之灵 苏莫 一切怪我 错不在你 不要 苏莫 白衣燕 苏莫 记得要忘记 一定要忘记 切一切 你就算是死了 你也见不到白衣了 如果活着的每一天 都能让你 备受痛苦地折磨 那才是对你 最大的惩罚 我要把你 放逐到天缺之外 让你这一生 都要承受 失去白衣的痛苦